新华北面新北的天部落後 15號古板就當這個報道去給發揮 很多天部主導人到來看到 安芳在這裡的這個貴心的部位 有人在噴災比以來這項目數量 有人在踏情來經歷來中心佈地 在天部落後比較人一樣 一年三個人的古板就報道發揮 他就福高到比總的賽乎 為這個動物的夢靈來這送經照辦 科技進行人是早起工 去發揮講到的活用給這個天部 一年是舉辦三次的普度 祈福法會 那這三次的法會最主要的目的 有各有不同的用意 在現在冬至到了就是快要過年了 那冬天到了進入三九天 我們也是讓他吃飽飽 吃好好 然後也有菩薩的帶領 有最大的用意 就是希望透過這些普度法會 能夠讓他們早日超生 早日超度 能夠不再在陰間裡面受這些寒冷之苦 那我們希望他早一點能夠再回到陽間來 跟我們再相聚 這一段的緣分能夠再持續下去 能夠繼續 他全部的葡萄街 有的偽食人是早起工來的 狗仔爪會搭上白馬的葡萄獎品 他葡萄的東西換作是 加我另外的罐頭和吃了 有些參與法會主人 又特別看到自己全部 跟他吃的東西來拜拜 還是說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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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是佛教的儀式 用佛教超度的儀式 所以我們有兩位法師在進行整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是非常隆重 而且莊嚴 然後讓這些寶貝餘露精湛 那我剛年後 這些天母是讓人看作是 最新的親人過身了 讓他家人來整個處理到的效果 很多天母主導還會照到起工 一年三個配合天母路復 來替到夢靈古板去發揮 剛才希望毛小孩 可以來好好收行 好好走 也希望說可以讓自己更安心 南緣新聞 我們現在新華蔡宏報的